Kanis, 最近有些朋友問我 現在市面上有這麼多 不同類型的功能內衣 究竟應該怎樣才好呢? 好問題, 首先你要了解自己的要求 好像你要集中的風空效果 還是自然的修身效果 有沒有對某些身體的部位不夠滿意? 知道想要什麼的效果和功能之後 就應該找一些專業的內衣店 幫忙選管和試身 布料也很重要 處理功能內衣所用的布料 較多又較專業 不過最重要是要手感柔軟、薄和有彈性 這樣才能做到理想的促身效果之餘 又保持舒適、又厚又硬的那些 已經夠了 其實功能內衣是適合任何女性 因為胸部脂肪走位, 聚肉形成 不僅在大年紀的女性身上發生 放心, 現在的設計已經很緊貼潮流了 還有不同的功能選擇 所以從青春期發育開始 就應該因應不同體型的變化 而選一件FIP自己的 舉個例子, 如果發育得較豐滿 尺碼有75瀟華以上 我就建議要穿一些肩帶夠闊 又有承托力的功能內衣 如果是更大的尺碼 就連背帶都要夠闊、夠承托力 炸杯都要夠包覆性 這樣才能保護到豐滿的胸部 防止胸部脂肪四散 所以在你的衣櫃裡 都應該有幾件能夠提供足夠承托力 又適合理體型的功能內衣 香港人生活節奏忙碌, 壓力又大 往往都會忽略了自己的身形問題 所以現在設計的新一代功能內衣 都會考慮到不同女性體型的特點 只要選合屬於你體型特質的功能內衣 這樣就可以達到你所想要的穿著效果 新一代功能內衣比傳統的那些很不同 可以給到不同年紀、不同體型的女性 一種新的穿著給你嚴重享受 再不是又局又緊又辛苦 再一次加上